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同学真爱思好 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学习吧 先听老师读一遍课文 请你打开语文书十三页 身坐直 脚放平 双手拿书往外轻 老师读到哪儿 你的眼睛就看到哪儿 心里跟着一起读 对运歌 云对雨 雪对风 花对树 鸟对虫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桃红 我们注意这两个字的发音 风和虫 请同学们跟老师再读一遍 风 虫 这些词语可不是随便放在一起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云对雨 雪对风 云 雨 雪 风 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请同学们读一读这四个字 云 雨 雪 风 同学们 你们知道古人用怎样的符号来表示云和雨吗 看一看 你能猜出哪个是云 哪个是雨吗 我们看看 你猜对了没有 我们再来读读这两个字 云 雨 云可是一个淘气的孩子 它经常改变着自己的颜色和形状 刚刚过去的雨季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下雨前 天空中布满了乌云 雨过天晴 天空中漂浮着朵朵白云 傍晚 在夕阳的映衬下 白云又变成了绚丽的彩云 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字 云 生活中 同学们又见过什么样的雨呢 你一定见过大雨和小雨 不同的季节 雨的名字也不一样 春天的雨叫春雨 秋天的雨叫秋雨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字 雨 你们还记得这个字吗 它念风 生活中 同学们见过什么样的风呢 风有大也有小 特别大的风叫狂风 小的风叫微风 让我们也来记住它们的名字 狂风 微风 我们再来读读这个字 风 怪不得云 雨 雪 风要放在一起 它们都是自然现象 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云对雨 雪对风 这位同学把字音都读正确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句 看一看你又有什么发现 花对树 鸟对虫 我们来听听同学的发现 花和树是植物相对 鸟和虫是动物相对 这位同学真会发现 你发现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自然中有好看的花 茂密的树 昏快歌唱的鸟儿 还有蝴蝶 蜻蜓 蜜蜂 蚂蚁等各种各样的昆虫 多么美好的画面呀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花对树 鸟对虫 这位同学吐字真清楚 第三句话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陶虫 这句话比较复杂 你发现是谁和谁相对呢 我发现山青和水秀相对 柳绿和陶虫相对 这位同学说的真清楚 现在老师要变个小魔术 请同学们认真看 这句话变成了两个四字词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读 山青水秀 柳绿陶虫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风景时 就会说山青水秀 当我们看到这样迷人的春景时 又会形容柳绿陶虫 这一句话是美景和美景相对 同学们看着画面再来读一读这句话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陶虫 这位同学读的真好听 同学们 大自然变幻的天气 可爱的动植物 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画面 这些事物一对一对的写进了对韵歌中 让我们伴着音乐再来读一读它 一边读一边思考 看看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对韵歌 云对雨 雪对风 花对树 鸟对虫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桃虫 我们又美美地读了一遍课文 同学们说说自己的发现吧 我发现每一行都有一个对字 对 也是我们这课要学习的生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对 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我还发现对字前后的字数是一样的 一个字对一个字 两个字对两个字 前四行 一个字对一个字 后两行 两个字对两个字 这是对韵歌的一个特点 老师也有一个发现 同学们想不想听一听 你们看 每一句话最后一个字 风 虫 虫 红 是不是发音特别像呢 这样对韵歌读起来才会更好听 对韵歌特别适合拍着手来读 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试一试 对韵歌 云对雨 雪对风 雪对风 花对树 鸟对虫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桃红 同学们 是不是拍着手来读 特别富有节奏感 现在老师和你们玩一个对对子的游戏 老师来说上半句 你们来对出下半句 云对雨 雪对风 花对树 鸟对虫 山青对水秀 柳绿对桃红 这位同学对得又正确又富有节奏 现在课文中的生字跑到了字卡上 你们还能读出来吗 我们试一试 云 雨 风 花 鸟 虫 如果你们也读正确了 就伸出大拇指 给自己点个赞 这节课有三个生字 不光要会读 还要会写 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同学们也能够把它们写好 我们先来大声的读一读 虫 虫 云 山 这三个生字中 分别有一个新笔画 提 撇折 竖折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提 撇折 竖折 我们先来认真看一看他们的书写 提写的时候 从左到右 从重到轻 收笔要出尖 撇折写的时候 从重到轻 撇折交接时 转换方向 转换方向 向右 写折 稍双往上写 竖折 先向下写短竖 稍作停顿 转换方向 写横 我们先来看 从这个字 通过前面的学习 同学们知道了 写字时 要注意笔顺 和每一笔 在填字格中的位置 从写的时候 口要写扁 竖要写在竖中线上 提和点 要比口稍微宽一些 我们认真看一看 书上的笔顺跟随 好 我们伸出小手 一起来书空 注意每一个笔画 在填字格中的位置 一笔数 二笔横折 三笔横 四笔数 五笔题 六笔点 接下来 我们看云 同学们先来看 书上的笔顺跟随 接下来 我们跟着视频 来学习这个字的书写 一横短 二横 二横在横中线上起笔 要写长 两横都是左低又高 撇折在长横的中间起笔 最后我们来看山 山这个字的笔顺特别容易出错 我们先看看书上的笔顺跟随 你一定发现山的第一笔是数 它的笔顺规则是先中间 后两边 伸出小手 我们一起来书空 一笔数 二笔数折 三笔数 最后一笔数 起笔要在横中线 靠上一点的位置 下边要出头 现在我们就在语文书上 把这三个生字 描两遍 写一遍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笔顺 和每一笔 在填字格中的位置 好 我们先来对照着 握笔姿势儿歌 检查自己的握笔姿势 一指二指捏着 三指四指拖着 小指往里藏着 笔顶向前斜着 笔杆向后躺着 注意 我们的写字姿势 也要像图画上的这位同学一样 头正 身直 足安 做到一尺 一寸 一拳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同学的书写 这位同学把字写得特别的工整 而且很干净 老师提出表扬 同时啊 老师给他提一个小建议 从这个字的提和点 要比口略宽 看看他改进之后 字是不是越写越好呢 也请同学们来评一评吧 云和山都写对了 站格也对了 我提两个小建议 云的两横都要左低 右高 山的最后一竖 要写得高一些 这位同学观察的真细致 山下面还要出头呢 我们就要这样 发现别人的优点 并且提出建议 字才会越写越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对运歌 能够正确朗读了 认识了七个生字 会写了三个生字 课下没写完的生字 同学们继续写完 把对运歌背送给家人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接下来